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台股最近量真的非常的热热 每天都接近5000亿 目前入营时间12点的50分 财量都已经来到4265亿 预估量大概也有超过5000亿 所以这个量持续的就是这么热 你说人气不退 台股在这边你说走到一个满足点 我认为这真的都是言之过早 因为行情的本质就在于 人类面临史上最大的资金浪潮 印了最多的钞票 利率史上最低 钱多到没有地方可以去 炒股票 炒原物料 炒房地产 什么都炒 万物都在涨 这个也就叫做通货膨胀 从你看得到的实体的商品 或者金融的商品 甚至现在的所谓的数位的加密货币 全部都是大喷大涨 这个都是所谓的通货膨胀 只是它以不同的形式 不同商品出现 那懂的人 你可以赚很多钱 不懂的 你只会深受其害 因为当你没有赚到通膨 而导致的商品 大涨 带来的金融的市场价格的一个 上涨的利润的话 你没有赚到股票的钱 你就会深受通膨的伤害 因为你钱没有变多 你没有赚到钱 结果万物都涨 那你就受伤 所以我认为这个行情还在持续 未来看到两万点 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不过我今天也在盘中的文章 我提到说 今天已经4月的27号 28号 然后再过两天放假之后 再来下个礼拜回来就5月份 那5月份一来就说 它公布的数字有两个 一个是营收 一个是DG的财报 我在5月中之前要出来 我的市场都在等 法人也都在等 所以最近就说市场 很多资金跑去 冲所谓的钢铁运输 航海往钢铁轮 所以电子股的量就比较缩 加上大家都在等数字 所以股价可能就是 涨一天停一天 涨一天停一天 或涨一天跌一天 就大致就在那边做一个区间 然后再等待数字 这是第一个 第二 5月份要缴税 所以一般来说 航情进入5月份 会比较冷静 会比较淡一点 但进入的状况又有点不同 因为市场钱太多 而且当冲比重 常常超过三成四成 甚至五成 六成都有 所以可能5月份量会缩 可能缩的也不会多 因为当冲还是很高 但市场还是 我认为就是说 一般来说5月份 就是大股东要缴税 市场还是会去 比较理性 比较冷静一点 所以选顾的部分 就是说你都要回归数字 都要凭借着数字 去买数字最强的股票 比如说 昨天敦泰 公告三分的获利 股价的部分 今天早盘最高208 208大概涨了 大概6%吧 那三分的获利 1.99 1.99 元月份赚1.08 二月份赚1.17 三月份赚1.99 就像 西创 三月份赚超过3块钱 然后 天狱三分赚2.23还是2.26 因为涨价 所以就跟2018年的费用券股一样 获利从几毛翻上1块 翻上2块 翻上3块 这个完全就是同一个模式 因为涨价带动毛利利润 大幅度的重高 所以股价就强势 好 股价就强势 只有我说的 我们今天是买的都是金银股 都是数字最初类拔税的股票 所以比如说金利科 之前虽然天天跌停板 但我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今天它跌停板 不是因为它基本面出了问题 那是因为好死不死 世新遇到了美国出手 把飞腾抓起来 列入十几倾单 导致世新股价跌停板 一路跌 然后市场就在谣传说 金利科也有一样的问题 反倒金利科跌得更凶 但实际上金利科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后面数字只会越来越好 所以在礼拜一跌停板 226.5元 这就是一个关键转折 我们现在226.5元的跌停板 也就是这一波段的最低点 先买了第一笔 打开拉到平板附近 打下来235再买一笔 所以礼拜一前后买两次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转折 我们在第一档 再加码 前一次买 这400多块 原本预期那边应该要上去 市场谣言一堆 假利空不断的放送 所以造成市场恐慌 股价瞬间从400多跌到226.5元 股价都已经大概打5折 那超级便宜 这边总算逮到机会 加码出 出手加码 持股 就昨天就亮灯厂 前一天买的 昨天就大赚了 今天 找完最高276.5 那前天买226 今天到276 差50块 50块 所以如果说 它是大家口中的 那个好像有问题的地雷 怎么我们 冷了老半天一出手 就赚了50块呢 这代表就是说 我们在抓转折 非常非常精准 那我也说 为什么我说它没有问题 因为我就举例 联发科 昨天最高来到1100块 今天都还在1070 1080 1090 超级强势 联发科的story是什么 去年他曾经也因为 不能出货给华为 股价曾经受到影响 但那时候不能出货给华为 是因为联发科的产品 有问题被美国制裁吗 并不是 是因为美国认为 华为有问题 所以把华为 海思列入实体清单 所以限制高通跟联发科 你不能供货给华为 联发科高通本身的 先进制成的手机晶片 没有问题 是华为有问题 但华为挂了 难道大陆手机市场就不见了吗 没有不见 所以后来就变成 小米上来 OPPO上来 等等其他的厂商上来 市场转移 不是华为下单 变成其他公司来下单 所以联发科业绩一路往上 股价涨到1,100 这说明了 7奈米5奈米 先进制成金片 卖大陆也不是问题 重点是你不要卖给 美国认为有问题的公司就好 同样的事情也是一样 今天股价从900跌到410块钱 难道他的 安膜架构的金片 厉害到可以去超级电脑 然后研发飞弹吗 那你不如 从市场上直接去买 Intel跟AMD最先进的新产品 去装在他超级电脑上 那效能会强好几倍 所以有问题的不是 市新的产品 没有问题 主要是因为美国认为 飞腾有问题 列入实体型单 所以飞腾就不能 他就不能出货给飞腾 但是大陆的 难道文书 公文电脑 文书处理的电脑要换机 难道这个市场就不见了吗 难道他就愿意去买Intel跟AMD吗 没有 他不愿意买 就去美化 所以今天飞腾不能出 未来会不会有可能变成别人来拉货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跟联巴克一样 这是有可能 那金利科呢 从615跌到226.5元 人家产品也没问题 他自己老板上媒体曾经 他说 我们产品落后Intel大概两个世代 要把他的产品拿去做军方的使用 那个是太台举他们 因为与其用金利科的 你不如在市场上去买 没有被限制进口的 Intel跟AMD的处理器就好了 因为那性能更强 本身产品没有问题 而且他的客户 ODC跟金网会也说没有问题 也没有什么飞腾的问题 没有任何被美国制裁的问题 所以 这样也从615跌到226.5 那 现阶段世新 客户飞腾就真的 被美国制裁 金利科没有问题 所以我甚至认为 如果短时间之内 世新的市占率有流失 金利科市占率 它是会上升的 它会拿到更大的市占率 所以世新的问题 对金利科不再没有影响 甚至它是得利者 那客户也OK 市场也没有问题 甚至市占率往上 那第二季 我们估计要赚超过3块钱 第一季1块38 公司的质解 上面大概乐观 有这个4块半 6月份如果tap out 照进度 第三季认更多 那6月份tap out 经过一季的准备 第四季量产 今年第四季进入最高峰 估计今年最乐观 可以赚大概20块钱 明年全面量产就是50块 所有数字都不变 如果未来市占率再拉高 这还要再往上调 所以只有利多只有更好 没有利空 但股价却从高点打了四折 你说这应不应该要买 所以我都不想卷入市场的口水 所以我就是很如实的把我们所认识了解的基本面 那很平时的很公正的分析给大家 让你知道说当初600我都觉得低估了 现在200多更没有道理觉得它贵 所以未来我估计大概四个月 三四个月时间 股价涨回到高点再创高 应该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那目前股价 大概就维持一个小涨 基本上400块以下 没什么太大的压力 下礼拜一大概就要公布营收了 我照惯例就是每个月第一天就公布营收 那数字应该是值得期待 然后再来我还是强调就是说五月份要缴税 所以你不要去过度追高 因为五月份如果量稍微一缩 如果买在最高而且是爆量的高点 很有可能五月份你就会过得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可能就是你要等解套 这边我们就是尽量去寻找 整理过的 拉回过的 后面非常明确的财报 单月获利 毛利率 盈利率 接单 报价一路往上 尽量买这种股票 比如说点序 礼拜五买回持股 礼拜五是亮灯涨停 礼拜一涨9.4% 礼拜最多涨9.6% 今天盘中最高13.6%跟前两天的13.7%的高点 查不了多少 尾盘略有卖压 压回到大1.25% 但就是说你涨不追拉回 其实这个都是要买的 这个都是给你买的 因为群联在上个礼拜五 告知客户说 全面调涨 手中所有产品的售价 这一次的公告没有明确的讲出 各类产品的调涨幅度 因为我估计涨幅各不相同 又全面涨价 理由很简单 也是因为金融代工价格一路涨 联电据我了解已经完成了 到2022年以前的报价 全面大概涨了大概四成 可预见的未来设计股 大概逐渡多少涨价 这应该是大肆底定的趋势 那群联是一线场 典序目前在NAM的Ctrl IC里面 全球大概是排名第二到第三 基本上价格就是跟着一线场走 这个就跟我们当初在跟你聊 所谓的Driver IC一样 就是说联永叫一线 天玉跟敦泰叫二线 过去当景气一般般的时候 一线场比如说卖一块钱 二线场可能就卖八毛钱 但到现在已经就是全面缺货了 厂商只求有不要缺 价格都可以接受 所以当一线场从一块 涨到一块三的时候 二线场可以从八毛涨到一块三 客户也是全盘接收 所以当群联全面涨价点续 会同步再涨 而且通常二线场涨幅 甚至比一线场来得更高 因为过去它的价格是落后的 所以现在全面都调到差不多的水位 所以往往获利体验速度是非常快 重要的是它股价又从前一次的高点159 最低一路打回到102 再从102弹到昨天的高点136 137 一弹就30% 然后目前稍微又做压回 那从一二级到159 空间还是不少 还是不少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去追 比如说钢铁骨 运输骨在喷历史的天量 股价也到历史的高点 周转率越来越高 我没有说它不会涨 但你手脚要非常的快 赚到记得要跑 拉回你记得动作要快 不然等到后面如果说量爆掉 量一缩 你可能一卡是半个月一个月 那会非常的辛苦 但回头去找就是说 财报非常无敌向上的 但前面一两个礼拜 他都有做一个拉回的 所以拉回过整理过这边买 它不会造成你多大的 操作上的压力 一旦就像比如说敦泰一样 陆续公布单月份的获利 或者低级的财报 那就可以算说 第三三月份赚多少 毛利率多少 那四月份如果又如预期又涨价 后面如果准备要再涨 那爱意设计股 就会像2018年的 被动原件股一样 涨一波休息回档 然后好像一堆人喊空 空单累积一堆 下一波因为涨价 财报又再翻倍 蹦股价再来一倍 那后面是越涨越精彩 所以现在整理大概两个礼拜的 爱意设计股 其实我认为都相当不错 都相当不错 那除了设计股之外 那我们也陆续开始带着我们教育成员 因为已经快要进入五月份 所以我就开始陆续布局五月份的一波新的行情 就未必都是设计股 其中一档六字头的五月份的全新的布局 那么 这样股票现在事况超好 因为市场捧着现金来公司抢货 真的不夸张 不怕你贵就怕你没有 捧现金直接给你也不用开票 捧现金来抢货 营收年增率是超过两倍200% 第一季我们估计可以赚2块7 第一季2块7去年没有什么赚钱 第一季就赚2块7 因为整个变成卖方市场 严重供不应求市场 客户是直接捧现金来的 那现阶段是大缺加上一路涨价 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我们估计 获利在返北都超过5块钱 所以今年要赚20块钱 因为第一季赚2块7 后面大概三个季度可以赚到接近18块钱 所以每一季都要赚大概5 6块 因为这叫卖方市场 当你不够卖市场又抢着要的时候 现金直接给你都不用开票了 目前本益比也只有11倍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我不敢说5月份 但是当5月份逐渐发酵 开始脱离成本 可能就可以涨个比如说三四成的话 未来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 股价翻倍的条件 非常充分 像有机会翻倍 所以5月份的全新的布局 5月获利网 5月获利网 刚刚已经先给你一个数字是6开头 明天准备买好买满 明天准备买好买满 所以欢迎大家 打到公司来 你就可以得到5月获利网 明天准备带你一起买好买满 5月最新的金品标股 等会我们再来加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时间不多 那我想我再强调说 4月下旬的准备进入5月份 要公布营收 要公布财报 季报 然后呢 会开始反映所谓的涨价的财报的效益 所以再来 你是买有素质的股票 是绝对不会错的 比如说鸿康 在今天盘中最多涨 大概3.2% 来到174块半 这波从215块回到 大概170块上下 那量都已经缩到缩不下去 这补量就会上去 因为市政群暂停报价 那法说说第二季还要再继续的涨价 今年鸿康跟着涨 那股本最小 股价赚超过15块钱 本一笔目前也是大概只有11.2倍 这都太过低估 那股价等到财报公布 就会有一波强力的反应 九期上个礼拜有涨停板 那礼拜一一度又涨停 创新高 礼拜做拉回 今天再整理一天 那量缩得相当快 因为我估计单月份的获利已经来到1块钱 那4月份也是一样 全部都涨价15%MPU 那进入旺季 全年要赚12块 本一笔现在都是大概10倍11倍左右 所以我们在帮大家挑金银股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会去挑那本一笔已经什么非常高的 我们都尽量挑被市场所低估的 就跟当初的经济科一样 从7、80、100、200 一度涨到600 这次如果不是因为市新的飞等事件的话 我认为它现在搞不好已经6、700、7、800了 未来会看得到 所以这些被低估股票 未来都会有一大波的行情 那5月份新的布局 还有一档5字头的中价位的股票 那一样产品涨价 加上目前产能完全满载 被车用订单所塞爆 完全满载 去年第四季赚大概7毛钱 第一季会跳升到大概1块2 第二季会跳升到大概1块8 这个速度相当相当快 成长速度相当相当快 今年估计赚7块又来了 本益比又只有12倍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台股1万7千多点 大家股票都很贵 没有我们帮大家挑的 都是本益比10倍出头的 所以都是强力成长 6月份要出货 美系电动车的大厂 下半年会非常的精彩 这股票随时都要创高 随时都要创高 那另外我们刚刚提的 6开头的5月份的全金布局金银股 市长捧着现金来抢货 营收年增率超过200% 后面只会更好 第一赚2块7 缺货加涨价 今年要赚20块钱 本益比也只有11倍 这都是要翻倍的 都是要翻倍的 未来一季都要翻倍大涨 所以全新一轮5月份的新布局 我已经开始了 这次希望你可以跟上这个节奏 把那个节奏跟上 5月份全新获利王 那四个数字 明天买好买满 打电话来就可以得到 这个四个数字 明天带你买好买满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